市長,你這次訪問美國,你把他定義為什麼之旅? 學習之旅,另外一個還有很多,其實這也是多元 因為到亞特蘭大還是城市外交,到波斯頓還是招商 到紐約還是個學習,那到華盛頓就看怎麼辦 市長有哪幾個城市是透過外交部來安排嗎? 因為有晉科人士跟周刊爆料說你覺得你感受不到中央的善意 人家住處大使都來了,除了華盛頓一些美國官方機構那是AIT牌的 其他大部分都是住處有安排 市長我們知道基於保密原則跟美方官員的見面一向都是事前不公開 所以現在沒有在行程上並不代表沒有 反正這叫用英文來講Wait and see,反正最後你一定會知道結果 市長你剛剛在機上看到從中央有嚇一跳 包括RJ甚至陳俊涵,這是旅程特別多不速之客的感覺 我不曉得,我還看到同中央的 那你覺得他們跟著你訪問你也覺得還OK嗎? 還好,我不曉得,反正這就是台灣有趣的地方,民主自由多元開放 市長說他就想問你什麼時候要告葛特曼 葛特曼,我後來發現葛特曼也是被誤導的 好了 等一下美文立委普選的選舉你昨天說基本盤回歸 但是現在好像傳出說其實民進黨那邊沒有歡迎你去幫余天站台 讓你覺得說你釋出善意反而熱臉貼冷屁股 有這回事嗎? 我看到我到美國就講美國的事,回台灣再處理他們 市長我問一下大紐約的一個台喬 大紐約的僑胞們還有250人願意來與會 你覺得會不會跟之前台灣同鄉會放出風這麼不太一樣? 其實這樣,在一個社會裡面本來就是多元 絕對支持你跟絕對反對你都是少事 當然還是中間 所以有人支持你,有人反對你 所以我們常常是這樣 在一個社會當中我們最後能做的事就設法爭取最大多數人的支持 能做到這樣 市長你怎麼看見蘇培說你在這次大選之中的影響力太少 甚至批評你是票房毒藥在2020可能沒有什麼機會 唉,我跟你講齁,這個就是這樣 不要 不要,應該這樣講 我們不需要回應每一個人的話 所以是這樣 常常是這樣 常常是 這種 就有別一個人講的話 我猜啦齁,你現在去問周鋒泰 他一定會打電話跟他講,你不要再講了 市長,我們沒有問題好不好 因為韓國瑜的高倫斯都沒有辦法轉嫁到其他候選人的身上 其實這樣齁,我自己的經驗 在每一場選舉裡面,當然有政黨或者說一些外面的幫忙 不過候選人還是佔50%以上 市長,你問到美方喔 你自己說過說美方最想知道的就是你會不會選總統嗎 那如果美方問起來,你大概不太可能跟他說六月再問我吧 我在台灣也是這樣回答的 所以你跟美方也會這樣回答嗎 其實這樣,答案還是一樣 你不能給美國答案跟你在國內媒體的答案不一樣 我答案就說六月以後再問我 然後跟他講說有去登記就有 沒有登記就沒有,你們緊張什麼 take it easy 市長,在飛機上有派人說希望你來這邊還是可以為台灣發聲 這個沒有問題 其實我們還是台灣主體性,大家不用去發音 最好也是很奇怪,所以don't worry OK,that's about worry 那你要怎麼說說你的想法,包括國際關係或是說任何... 反正這個,我在飛機上看,我這個智庫的行程 我算一算五個還六個,反正多的是機會可以溝通 好,謝謝